扁難發生以後 民進黨一路民調跟信任度一直往下掉 可是這次風災 馬英九整個內閣處理的不好 好像開始有黃金交叉了 今天眼鏡公佈了最新的民調 馬英九本來前日是不錯的 可是光是在這次 他的這個 民進的這個信任度 從47左右一下掉了5.6個百分點 剩下42了 蔡英文升了2.6 45.1 問省委員 蔡英文比蠻久高啦 我覺得兩個人其實都不應該有42或45 這個都太高了 可見台灣人民對政治人物其實是很寬厚 民進黨在這次裡頭當然沒有做什麼好事 也沒有做什麼壞事 所以台灣的政治就是 如果沒有機會表現你的飯堂 你的大概就維持在那個地方原地踏步 你說蔡英文多了2點多 這個其實是在誤差裡頭 問題是現在國民黨也好 馬英九也好 李運動也好 當然是在低點 你不能期待說兩三天的動作 他就會反彈過來 掉得太低他會自然反彈 是可以預期的 馬英九現在只是一天都給你 勇猛說要反彈回來啦 但是我必須提醒馬總統 你除了內閣總值 換一個非常能幹的內閣 讓大家忘掉你的無能 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說一個能幹的內閣會outshine 會使你失去光芒 你本來就沒有光芒的 你讓內閣有光芒 大家可以忘掉你的無能 你知道嗎 這是你可以尋求連任唯一的契機啦 我說這個外閣你到底是不必聽的啦 但是我說這個裡面有真理的 我去年8月就叫你換內閣了你 你不相信一年後果然成真吧 所以說馬英九 現在如果說度過這個危機 我認為他要恢復到當年 四十幾 五十幾 六十幾 七十幾 就不用說了啦 我覺得要恢復到四十以上 跟信任度無關啦 這是另外一個支持 滿意度 要恢復到四十以上很困難喔 我就要請教賴議員 請教蔡委員 如果他一直低迷不振的話 你國民黨裡頭的傳統的威權 要把馬英九扳倒 說我們下一次不讓你選換別人 這個有很大的困難啦 但是呢你國民黨難道願意說 你媽會倒下去 我們大家對你賣倒喔 我是覺得是不應該這個 我覺得民進黨是沒有這個力量 民進黨人民對他的信賴 也不足以讓他扳倒馬英九 但是國民黨要深刻反省 以現在馬英九的能力啊 難道一年多不夠嗎 難道我們要跟著陪葬 足足八年之久嗎 馬總統你真的你要曉得 你的罩門在哪裡 如何補救你的罩門 就是一個要有能力 有行動力 能夠讓大家服氣的內閣 蔡偉剛剛史尼斯在提醒這個很重要 真的一下掉了5.6 這個是很恐怖 他本身要領先蔡英文的 現在被追上來了 首先喔 雖然我有上過一些民調的課 不是特別的專利 但是我對這個民調本身 是持高度懷疑的態度 因為他所謂什麼信任度 滿意度問他說 這個你滿意不滿意 這個黃光國教授 這個我懂我可以講說滿不滿意 你說你信任不信任黃光國教授 這個信任好奇怪喔 這個答不出來 這是遠見才是做的 他每個月都做 而且這很專業的 不管是遠見不遠見啦 這老百姓都聽不懂你問的問題嘛 簡單講你說我對你滿意我聽得懂啊 信不信任這個人 這什麼意思我聽不太懂啊 那你說好 今天假設說你這個 馬英九跟蔡英文來選舉 我比較信任蔡英文 所以他是45%選票嗎 我打死我都不相信 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個民調 從頭到尾就有問題 我這個民調一天 他就打上很大的符號 但並不表示說 馬英九的這個 目前的這個狀況啊 就是很好 剛才這個沈大佬部分呢 我是同意啊 就是說馬英九 這個時候的因為執行力 被大家所批判 所以比較低 但是會不會倒 不會倒嘛 他也沒有做什麼大錯事 他只是說 危機在處理狀況 讓他很多的詬病 很多的失言 那他也用很謙和態度 至少不會像阿伯說 沒有你要弄 那種態度他不會有 所以基本上 這種個性不會倒的 所以我們國民黨 從來沒想說 他做了什麼大壞事 他貪污幹嘛 那當然另當回事 那以這樣的一個狀況的話 只要他再來 不要再犯錯 那我同意沈大佬的看法 如果說他能夠組成一個 換一個很強有力 重新改變很強有力的內閣的話 對他絕對是一個幫助嘛 就像我昨天不講過嗎 團隊無能累死降帥嘛 他就不用那麼辛苦了嘛 那不用辛苦不是會 outshine喔 我們一個幹董事長 那希望說總經理跟執行副總 後我每一個都很厲害 我坐在家裡面 整天算錢就好了 不是很快樂嗎 這是當董事長的心態 董事長不要去做副總跟總經理 或經理人的事情啊 那民調這個時候 當然大家會反應說這個時候狀況 但是我相信啊 他的滿力度會慢慢去回升 只要他不要再犯錯 一定會回升 那這所謂的信任度啊 你說蔡英文的信任度有多高 蔡英文的滿力度有多高 我不相信 要回升重點 連蔡英文自己都講了 就不能再犯錯 欸 挑戰是很多的喔 光是一個風災 有沒有可能隨時在 又是挑戰一次 不過因為我們常常在看民調 最容易看就是滿意或不滿意度 那今天把馬英九跟蔡英文比較起來 我們不能講說這個信任度 好像說這兩個人 如果選總統的話 你要投給得一個 好 絕對不能這樣去解讀 但是信任度 他並不是一個說 你不曉得他到底要調查 這些什麼東西 因為信任度就是 也許信任這個人的人品 信任他的能力 信任他的效率 信任他所講的話 是可以能夠做得到的 這是一個很統整的一個印象 我覺得今天這個遠見的這個民調 我看到剛剛講了 它是一個交叉 但是呢 對馬英九來講 是一個死亡交叉 這是第一次喔 我知道從看到 從去年六月份 馬英九就是說 他可能對他的不滿意度比較高 因為大家記不記得 有這個國際金融風暴 那時候大家也很不滿意他 他的這個滿意度很低 他的不滿意度很高 可是基本上他的信任度 就相信馬英九這個人 都是比較高的 可是到了現在這個死點 是一個整個往下交叉的 也就是說他這個死亡交叉 也就是說現在不信任他的人 遠遠要待在他信任他的人 為什麼 當然就是這一次救災裡面 表現的能力跟效率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如果是馬英九跟蔡英文 看信任度 他可能對蔡英文說 我相信不相信他 他到底能不能當這個 一個在野黨的主席 民進黨主席他可能跟其他人比較 你現在給我其他的人 比如說什麼謝長廷啊 或者是陳水扁 我更不能相信 至少蔡英文覺得形象還好嘛 所以這樣的表現 不能認為說 兩個人如果選總統的話 他們兩個其實是平的 不能這樣點讀 可是馬英九要非常重視這份名料 遠見這個是長久做的 這個今天為什麼我們特別要討論 因為這是馬英九以前 滿意度可能上上下下 可是他長久是 被信任非常高的一個政治人物 像您信任說掉下來 還輸給蔡英文 我想先解釋一下 滿意度信任度這些概念 這是我們搞社會心理學 專門在搞這個東西的 那麼其實這個信任度跟滿意度 每一個人對他的理解都不一樣 那麼可是如果一個機構 長期用同樣的一個文件 來做調查的話 它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意思說對這一群人來講 他都有不同的理解 他都一樣以他自己的理解在做 所以有這樣的情況 國民黨還是要非常小心 例如說過去 依照我對信任這個東西的理解 我就這樣做了 那信任的人他這樣掉下來了 發生這個死亡教材的情況 那國民黨真的要很小心 以前滿久可以到七成 現在掉到四十二 那並不見得就是說 投票的時候就一定會怎麼樣 不一定 可是有這樣的現象 就表示人家說 我不信任你啦 這大家要很小心 當然信任什麼意思 每個人的意思都不一樣 第一個第二個 剛才我們一直在講說 馬英九下一任下一任怎麼樣 我覺得今天 馬總統 最需要注意的一個事情就是說 他不要再想連任的事情 不要想選舉的事情 他應該活在當下 目前台灣最需要我做的事情是什麼 是救災 是重建 是H1N1的預防 這個東西最重要 不要再想選舉啦 你不要想選舉 到時候 人家會不會選你 這是另外回事 也許人家到時候會 因為我專注在活在當下 再選我也說不定 可是你如果一直還在想選舉 那糟糕啦 現在不是只有馬英九的危機 這個民調裡面發現是什麼 從馬英九一直到行政院長 還有整個國民黨這個執政黨 全部都是 眼見雜誌開始做的三年多以來 全部的心底 就掉的是最厲害的 他們是不是提醒啊 連三個月後的縣市長選舉 都可能會有很嚴重的衝擊 這是很典型的叫做 比消我漲啦 就是這個 就是兩黨之間的比消我就漲 所以民進黨漲 蔡英文信任職組長 並不表示人民就支持民進黨 這兩回事 但對國民黨的反感是增加 我先用日本 日本這一天 禮拜天就要選舉 我很快做比較 日本禮拜天 自民黨是一定下台的 因為人民啊 日本人已經對自民黨討厭 痛恨又痛恨 但對目前最大反對黨民主黨 民主黨會會執政 沒有信心 但是呢 今年預估了 日本人要投票或即將投票 九成 他過去是四成 為什麼 人民現在這次 要給你自民黨好好的教訓一頓 這是日本的狀態 台灣可能還沒有這樣 但是 我要引用數據 天下雜誌 做一個選民認同 台灣百分之六十六的人民 對兩黨都不認同 我覺得這才是主流 對國民黨也不滿 對民進黨也不滿 所以民進黨不要 因為看到就竊竊 如大汗之旺 以你啦 一心以言洪浩將志 也不要太高興了 陳水扁因素還不知道 過去 這幾天是因為風災 把陳水扁因素把它掩蓋下去了 陳水扁因素 怎麼把民進黨的形象 拖垮到陳水扁 你們記得兩個禮拜前 政治人物調查 陳水扁最後一名八% 蔡英文十六% 多一倍而已 沒有好多少 所以大家印象很深刻的 我還是 其實剛剛兩位 這個政員跟大佬都講很好了 我想從我們的想法 日本天皇不能換 首相可以換吧 麻生一定下台 台灣的總統 四年內就跟日本天皇之一一樣 你也不能換嘛 很難換一下我們的憲法機制 隔魁總可以換嘛 隔魁挑選好的團隊總可以做吧 我看只剩這一招了 如果馬英九他的性格使然 或為了自己的保全力 我不知道他動機是什麼 即將下去 最後就重重的傷害到馬英九總統本人 胡大哥提到阿扁的這個因素 這個民調從阿扁北岸爆發以後 這兩三年來 民進黨沒有贏過國民黨 可是到現在 也幾乎開始要黃金交叉了 國民黨又掉了2.3 現在剩多少 39.9 民進黨現在竄起來喔 他竟然竄了3.3 但是39.5 是不是 兩個已經幾乎接近了 所以就可以看出說 事實上國民黨跟執政黨 他是沒有辦法切割的 因為其實如果單就國民黨來講的話 我們也去勘災 我們也捐了五千零五十萬 給內政部也去災民去探視 吳伯兄主席在一起主管 到林邊到屏東縣 到很多地方都有在做 那可是問題是 民調其實只高 民進黨一點點 今天在常會的時候 還有中常委講說 真的覺得還蠻委屈 可是政黨真的就是這樣 因為執政黨目前的一個救災不利 所以導致整個的一個民調信心度會降低 這是可以去理解的 但我也覺得說 如果等到9月份再做 恐怕也不盡然就是這樣的一個數字 因為他會伴隨著 目前我們在說 劉兆璇在補考這段階段 如果災後的安置重建 做得很好的話 我相信這個數字是會做一個提高 但我要回應一下剛剛那個光國老師跟沈大佬 其實我對馬英九有了解 他今天就是沒有在想選舉 沒有在想說要連任 所以他才會有做這樣的一個事情出來 要不然的話 大家希望他發布緊急命令 他就發布嘛 民意希望我發我就發布嘛 他覺得要我換劉葵我就換嘛 換一個人不是很簡單 我找一個人過來 他現在想的就是說 怎麼樣為災民得到最好的一個利益 這樣去做思考 那剛剛沈大佬講說 找一個 他怕找一個比他能力好的人 我覺得就像剛剛沈委員 那個蔡委員講的 我如果是一個董事長 我一定要找一個更好的總經理 來幫我去管理 這樣我不是比較閒嗎 所以就我對他的了解喔 他的想法應該不是這樣 你趕快找到那個真的好的總經理 我也必須引述黃教授的理論 來說給我們國民黨支持者聽 現在每一個國家政府都面對 一堆很嚴重的困難的問題 可是我們來看看歐巴馬首組的內閣 你所有的媒體裡面只要提到說 他們的內閣革員說 國務卿能不能幹很能幹 商務部長能不能幹很能幹 教育部長能不能幹都很能幹 每一個所有的媒體都評論說 他們是個非常能幹的內閣 每一個人站出來都是一方之八 都能夠獨立處理的問題 那我們在比較一下日本 為什麼馬生首相搞得這麼糊塗呢 日本處理這整個金融危機 處理的也不錯啦 那為什麼馬生會被罵得錯的 理由很簡單吧 你要問說你的外務大臣能不能幹 大家都要逼安的 什麼財政大臣大帳相能不能幹 都要逼安的 官房長官能不能幹都逼安的 那馬生首相能不能幹 大家都要逼安的 給大家看這樣撲撲 你這個內閣就很難生存下去 但內閣制當然面對這個問題更嚴重啊 那我們台灣不算內閣制 也不算總統制 所以馬英九就會面對很大的壓力 你去問問看街頭巷尾 你去問問看媒體調查 你的部位首長 有哪幾個人被 像美國的部位首長被列說 真的很能幹 你外交部長讚 你國務部長讚 哎呦你這個什麼什麼什麼隔壁隔壁都很讚 沒有啊 沒有啊 這個是你面對的問題嘛 如果他不能給老百姓這麼很堅強的信心 說 欸 國務部長站起來 大家要來國務部長安心 國務部長站起來 國務部長很讚 國務部長很漂亮 對不對 要有種信心嘛 目前團隊就有這個問題 你如果不知道街頭這個問題 麻生病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馬劉特別是國務部長這個政府 整個是要加油的 那民進黨我們恭喜他 慢慢有在上升了 可是最近有兩個事情 可能都會影響了 今天民進黨 南部七線四線 要搭賴喇嘛來台灣 這到底是好急要壞急 第二個 議員去打了人家民眾 今天民進黨道歉了 這事情會有多大的影響 我們討論一下 慢慢回來